10月11号正值全国人民购物狂欢之际 女子美神赛蓝湾大师赛在海南建湖蓝湾高尔夫俱乐部圆满收干 而这一天也是中国一姐冯珊珊的狂欢之日 她在最后一轮打出七十干之后 以一甘犹势战胜莫迪亚 迎向了生涯的第九个女子美神赛的冠军 同时冯珊珊也成为了中国内地第一个登上世界第一的球员 今年的蓝湾大师赛可谓重新人籍 有世界排名前列的阿瑞亚 朴承轩 安娜诺特 以及温冕冠军李明志等 另外 中国派出了二十人的战队 除了冯珊珊外 还有严晶 林家运 叶里英 林新宇和隋翔等 在首轮的比赛中 韩国球手柳仙硬发挥出色 以七只小鸟胡搏迹取得领先 不过紧随其后的 是凭借中高鞋积分排名入选的中国球员隋翔 他也抓到了七只小鸟 但是吞下一个搏迹 以一甘之差获得单独第二 而于李明志和朴承轩同组的冯珊珊 首轮表现一般 全场只抓到五只小鸟 还吞下两个搏迹 只排在并列第十三位 距离领先者有刺感的差距 第二轮的比赛 球场上空刮起了大风 大多数球员都打出了高于标准干的成绩 包括首轮领先的柳仙硬 他在第五中吞下双搏迹 让他失去了柳仙位置 并最终滑落到了单独第三 而随想 虽然没有打出双搏迹 但全天只抓到两只小鸟 还吞下六个搏迹 把他拉到了并列第八的位置 而首轮表现不佳的冯珊珊 在这一轮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他全天总共抓下六只小鸟 只吞下一个搏迹 打出了全场最低的67干 这个成绩也让他上升到了单独第二倍 只落后南非球手阿什利布海一干 大风在第三轮不但没有消退 还有加大的趋势 而冯珊珊越战越勇 在第三轮结束时 已经来到了单独领先 不过泰国球手莫林亚 与韩国球手朴成炫也发挥不错 赶上来 而阿什利布海 在打出了高于标准干四干之后 排名滑落到了第三位 其他中国选手中 首轮表现出色的隋响 却交出了高于标准单八干的成绩 下滑到了并列第二十九位 叶黎英和林熙宇暂居并列第五十三位 李嘉运和严晶分别排在第六十五和第六十七位 比赛来到了决赛 冯珊珊在前九栋的表现并不算好 虽然在第一栋和第六栋抓到两只小鸟 但在第五栋春夏国际 在前九栋只打出了第一标准干一干 而在第四轮开始前 还落后一干的莫莉亚 通过前九栋的四鸟一搏计 此时已经反超了冯珊珊一干 转场来到了后九栋 冯珊珊保持了平稳的心态 在第十一栋 推入四十英尺的长推小鸟 追平了莫莉亚 十三号栋 冯珊珊推入了八一十回杆 又抓到小鸟 而此时莫莉亚吞下了搏计 不过十四号栋 莫莉亚的十英尺小鸟 将两人之间的差距 再次缩小回一根 十七号栋 冯珊珊开球没有上国领 还错过了大约二十英尺的宝帕推 不过莫莉亚也错过了 十二英尺的宝帕推 两人都囤下搏计 来到关键的最后一栋 在五甘栋的第十八栋 两人都有小鸟的机会 但是冯珊珊错过了 十八英尺的小鸟 好在莫莉亚的八英尺小鸟推 也没有能够推进 这样冯珊珊就以一杆的优势 成为蓝湾大师赛的 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冠军 而星科世界第一炮成炫 只获得并列第三 因此冯珊珊本周的世界排名积分 就超越了炮成炫 成为了第一个 登上世界第一宝座的中国球手 除了冯珊珊 刘玉是中国球手中表现最好的一位 她以294杆的成绩 获得并列第三十位 而隋响的表现一直下滑 最终只排在并列第47位 叶黎英以高于标准端 15端的成绩 排在并列第57 而首次通过女子美群赛 奖金排名 获得参赛资格的严精 最终排在第61位 李嘉运最终排在并列第69位 请不吝点赞大资格的泰物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